震动,千亿矿泉按神秘女主角上升速度堪比甄嬛的她,究竟是一个谁也没想到。 麻将打得惊,说明思路轻。麻将打得细,说明懂经济。麻将有怪招,说明素质高。别小看麻将,想打好不容易,要看住上家盯着对家,防着上家。 农民打字圆,法官主持人,四人凑齐一桌麻将,谁能开壶?01农民某些场合,自称农民是一件光荣的事,哪怕堵着铁的老大头发梳得油光,只要把农民称号定在头上,马上就多几分朴实忠厚。 农民权都朴实吗?至少从照发起脸上看不出。虽然刻意不修蝙蝠大胡子衬托着一脸沧桑,但瞧那一双放着金光的眼睛就知道这不是普通的农民。 当过农,退伍后分配到榆林一家国营物资公司当采购员,一来二去单位垮了,自己赴了,顺势下海。 什么赚钱干什么,倒卖过钢材,木材,汽车,包过工程,盖过房子,没几年就成了千万富翁。 那是在九十年代,王健林自己的小目标也才实现不久。 每一片农村都有照发起这样的能人,按照一般的发展方式,他应该选当村主人,办厂自把乡亲们招来干活,再修一栋大宅子,像江西平乡的王府那样贴面。 等到年龄大了,带个瓜皮冒出来留狗,遇见的人都要毕恭毕敬站一旁,小声问候,老村长辛苦了。 可惜,照发起没有走这样的路,他很贪心,一心想做更大的买卖。 陕北越林地处沙漠边缘,土地贫瘠,人烟稀少,想搞大买卖,只能找矿。 2003年,煤炭是年黄金期的前夜,山西内蒙,陕北,大大小小的煤矿不断被发掘。 一顿玫瑰的时候过千元,便宜的时候也要几百不敞装甲的土地,挖个洞就能往外掏钱。 一眼望去没有生计的荒原,一旦发现煤田,转眼就变成风水暴地。 以照发起的能耐,弄个小煤矿,故意绑农民工,五分昼夜地挖煤倒卖,在煤价节节攀高的那几年里,混成亿万富翁应该不是难事。 可惜,他太贪心了,盯上了浮原279.24平方公里的波罗景田勘查区。 这么大的地方应该有矿,但想找到准确位置,查清楚量多少,勘探要花不少钱。 就像有些地方流行堵石头一样,榆林地区也流行堵矿,画一片地,交钱勘探,探着矿了就发财,煤探着就打水漂。 找发起压上了1200万,祖纵八代修来的福利,他赌赢了煤矿很快被找到,而且储量惊人,约有20亿吨,按当时的煤价值3800亿。 即便拿不到采矿权,仅是碳矿权的价格也不得了。 碳矿权以碳明储量计算,价格为每吨5元至10元,这片煤田进碳矿权的价值就已过百亿元。 那一年的首付是黄光玉,身价刚过100亿。 如果赵发起足够聪明的话,他可以有两种选择,要么把矿权还给陕西省于林市,自己荣获标章,被奖励一块小煤矿发财,要么找个大企业合伙,自己退居小股东,一身倾尽也不少赚钱。 可惜赵发起太贪心了,竟然想要自己吞下这片田。 按照合同约定,他与拥有碳矿权的西堪院是82分成,只要项目跑下来,他就做拥保藏,取之不尽用之不竭,子子孙孙无穷亏也。 关键时刻的错误选拥,让赵发起不仅一吨煤都没挖到,还变成了上访户,官司大了十几年,为此吞了大牢,倾家荡产。 02打字员现在说刘娟是打字员,言语中颇有不屑,那可是1990年没几个人摸过键盘。省政府里的打字员即便不算高科技从业者,也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。 文工团出身的刘娟,很懂找机会提升学历,那时候每个地方都办一种电视大学,专门帮缺少学历的干部资女提升文化素质。 刘娟在陕西电大学了三年中文,又到深圳经贸大学专生本学的法律,才回来当了打字员。 跟赵发奇一样,刘娟也不是能安心上班的人,打字员干了两年就下海了。跟扎根于陕北的赵发奇不一样,刘娟有文化等的先去外面度曾经。 他去了香港,两年后回来,就是港商身份了,然后开始打手笔投资西安的房地产,最出名的项目是北大街的新时代广场,位置极佳,省府是附近在支持。 那可是20年前,如果刘娟一直专注做房地产,多拿底多建房,他现在成为陕西首富也不是不可能。 可惜,谁也预料不到20年来房价的连连翻倍,2004年的时候,他获知赵发奇壮大运勘探到几千亿的梅田,惊讶之余,动了心思。 纠占却,当然要找到正当理由,赵发奇不是无懈可击,当筹签合同之前,省府已经做了新规定,不允许下属单位自主处置矿权,想拿到煤矿批纹的企业,必须要有下游转换能力。 省府的新规定是科学的,不能让煤老板挖碗就跑,要形成工业配套,造福当地。 为了避开这条新规定,赵发奇跟西刊院约定,特意把合同日期提前半年,改在了省府新规之前。至于下游转化项目,赵发奇拍了胸脯,说自己有门路能搞定。 就在赵发奇忙着找项目时,刘娟来了,并且带来了大企业中化集团,两家合资成立公司,以投资165以上码240万吨加纯项目,作为配套,那片梅田就归了刘娟。 西刊院联系赵发奇毁约,赵发奇又是申诉又是上稿。 两家扯各没完的时候,2007年6月,刘娟的家纯项目一期开工,贵客登台,嘉宾云集。 时间已晃过了十年,开工典礼那块场地已经长满了荒草,说好的项目压根就没真干。 刘娟也是太贪心了,合资公司她只给了中化集团10%的股份,说白了就是让这家央企挂各名帮她拿项目而已。 一切手续办妥,中化那点股份马上赚回到刘娟手中。 但问题是,不管是加纯还是煤矿,都不是刘娟的专程,她玩得转吗? 实践证明,刘娟玩不转。 甲醇项目早已停工,旁边挖个洞菜煤,进展也非常缓慢。 干煤矿,不是拿到批纹就能躺着赚钱了,地平难产,矿工难管,需要照发起这类大哥式的人物。 刘娟出身干部家庭,接触的是上流人士,一辈子做过最重的活就是打字。 在大城市搞房地产可以跑到陕北部毛质地干煤矿,太难了。 没多久,刘娟找好了下家,以总价2.49亿出让了两个项目51%的股权,接盘的是另一家大企业延长石油。 2008年9月,合作方案正式签署。 前后不过三年,左右腾挪出两个半亿,还拿着一小半股权,刘娟的卖卖真是牛。 可惜的是赵发起一直在旁边盯着她。 03法官赵发起死死咬住了刘娟。 他一边打官司,要求恢复自己最初的合同,一边举报刘娟以虚假项目套取煤炭资源,然后高溢价卖给国企,是一起典型的国有资产流失案。 前面说过,赵发起不是俗人,他是农民中的佼佼者。 自古以来,在这片土地上,文臣武将都要输给农民中的佼佼者。 一审赢了,二审输了,终审已是2017年,赵发起终于赢了。 他的合同被判有效,要求继续执行。 赢了官司的赵发起,一下子又回到了12年前,名义上握着几千亿的矿权,却无计可施,煤矿项目获批很复杂,他连碳矿权还没拿到手,更别提采矿了。 那两种选择仍然有效,但是把矿线出去,这十几年不就白折腾了。 被赵发起咬住的刘娟,同时也在咬着赵发起,我的项目是转让不成了,你的项目也不像开工。 终身判决书下发一年后,赵发起的胜利变成了一支空合同,没人执行。 将局的破解,需要新的入局者,不管情不情愿,法官王林青都入了这个局。 2016年9月还入围首都市大杰出青年法学家的王林青,两个月后就遇到了一桩骑士,他成办的案子,案卷不一而非。 就像一二年前的赵发起一样,这是上天给王林青的一次考验,过了这个坎,他可能前途似紧,过不去的话,下半辈子会麻烦重重。 上册应该是默不作声,暗中观察,那是最高法的办公室,即便有贼也不是一般的贼,说不定过两天案卷就回来了,到时摸清里面的门道,就是未来前途的砝码。 但是王林青立刻向上汇报了,观察到领导的反应是不紧不慢后,他又不断催促并主动提出调查监控,闹得大家都知道了。 王林青的职业生涯从此陷入停滞,他没有在2017年成为最高法首批入俄法官,参与审理的案件停留在那一年。 身兼设科院和人民大学双料博士后,王林青智商很高,情商不及格,他让自己现禁局中,不仅前途着急,人身安全也变成隐忧。 他只好录下一段视频,为保护自己免遭不测,留下一段证据。 大家都知道了,王林青发现丢失的案件,就是赵发奇和刘娟的那场僵局。这时候王林青一下子成了关键人物。 如果赵发奇把王林青拉到自己一边,把事情巧妙抖出来,顺藤摸瓜拽出持瓜的牛,也许就能把无法执行的判决,变成可以执行。 当刘娟拉着赵发奇,让他拿着合同干瞪眼时,赵发奇也在暗中行动。 2018年11月公布的第二批入俄法官名单中也没有王林青的名字,他终于下了决心,跟赵发奇站到了一起。 04主持人 最近的崔永远变身为一枚超级武器。和平时代的任何武器,无论是子弹、炮弹、导弹、核弹都只能射向靶场,一旦射进了老百姓中间,那就是人类公敌。 能够射向老百姓,还能引起欢呼的,是崔永远这枚超级武器。 超级武器出窍之前,当然要有预热活动。 12月1日,他的老同事白岩松在新闻节目中追问,又一年的时间快过去了,胜诉的陕西商人赵发奇,从地方政府那儿拿回矿权了吗?节目随后给出答案,没有。 12月24日,长期住正于林的父母关胡志强被捕。 12月26日,崔永远发微博,以王林青的案卷丢失未切入点,炮轰最高法。来回几个回合后,崔永远取得了初步胜利,调查正在进行。 麻将桌上换了几拨人,排就是胡不了。如今农民打字员,法官主持人,四人各就各位,哗啦啦摸牌打得热闹,胡牌还早。等待一点一点磨出结果,肯定要比范冰冰那场为期100天的调查长得多。 将局中,浮原279.24平方公里的陕北波罗景田勘查区,还是一片荒凉。 储量20亿吨的煤就埋在脚下,当地的农民还在种着玉米。 农民盼着拆迁补偿,盼着项目早日上马,这里变成工业区,他们从农民变成工人,收入提高,快速脱贫。 等了十几年的农民兄弟,还要等多久。 等了十几年的农民,收入提高,快速脱费。